本影片是由iPlay Game 9.1 台灣最大手遊代儲平台 贊助播出遊回代碼 到月底就不能用囉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今天要玩體驗伺服器 最新的英雄 安奈特 定位是輔助和法師 我覺得他非常適合走魔龍路的輔助 但是今天隊友真的太友善了 所以決定去中路一個大冒險 你看連星到小地圖的大頭框像 都是透明的 你就知道他究竟有多麼星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覺得安奈特超級像愛麗絲的強化版 怎麼說呢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他的被動技能 他的被動技能就是 只要你或是你的附近的任何人 只要放十次的技能 你就會瞬間補血附近的友方 500滴血隨著等級 時間成長 500滴耶 雖然有個5秒的內建冷卻時間 不過你想想看會戰 一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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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會戰 可以回兩次以上吧 你就覺得 哇天啊 這隻英雄的被動能力也太強了吧 他的一技能在前方 丟一個緩速範圍的旋風 這一個旋風呢 你只要走到中間 傷害會更同 會附加一個最大生命值的魔法傷害 至於%數的話 可以去看我上一部影片有詳細的介紹 而且還會有一個70%的減速效果 你不覺得很強嗎 二技能也是有一個減速效果 就是我剛剛一直使用的 你會往前丟一顆風球 丟出去之後呢 假如擊中了兩個以上的附近敵人 你就可以把他們吸在一起 你不覺得真的超級強 這隻英雄又控制又強 而且二技能有一個超猛的 那就是假如你被控制的話 你可以瞬間再施放一次二技能 超強 你看我剛剛就把小兵 跟對面的 對面的艾瑞控制在一起 這個技能也超級強 你被控制住還可以免費再放一次 也就是說 你要保護後排的時候 安奈特覺得是你最佳的選擇 跟沃瑪爾真的有得競爭 再來就是有個更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大絕招了 他的大絕招 等一下我再用給你們看 也是一個超級強的大絕招 還有你們不覺得 安奈特的畫風很不像是 傳說對決裡面的英雄嗎 看起來好奇怪哦 手裡拿著超級大的竹蜻蜓 該不會他是哆啦A夢吧 好 一個霹靂的緩速 我們的戰力也跳了過來 直接把對面的納克羅斯給秒殺 使用大絕招 把納克羅斯稍微的往後推一下 那大絕招究竟是做什麼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會直接衝過去 安奈特會直接衝到那個範圍去 把那個範圍裡面的所有敵人 全部都推開 也就是說這招技能可以保護你後排的隊友 放在你的輸出法師 或是輸出射手上面 敵方是在3.5秒內 無法進入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就是你最強的霸氣 但是你在施法的時候會被控制 所以這個法術 還是會被中斷的哦 天啊 你不覺得這招大絕招 真的是太強了嗎 他等於說也是一個控制的技能 而且有軍單位 只要在這個法陣的範圍裡面 你可以提高攻擊速度 和超高額的移動速度耶 完全就是一個超級會保護隊友的 後排超神輔助 艾莉絲的終極霹靂無敵霹靂卡拉強化吧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輔助完全沒傷害 但是一技能提供了你一個 可以打趴數的傷害 可是你要放準一點 一技能在你沒有裝備的時候 其實也是打非常痛的 還有他一個超強的被動技能 讓他 你 讓他 還有你的保護的射手 成為魔龍路最賴線的雙人組 我的天啊 你覺得 安奈特怎麼樣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我真的覺得這一隻英雄 模組 真的太強了 完全就是取代艾莉絲 一出之後艾莉絲真的哭哭了 在昨天的影片裡也有人留言說 他真的很像長腿的艾莉絲 我一開始以為 他會出一個艾莉絲的造型 沒想到直接變成了一個新英雄 也好啦也好啦 終於有了新的輔助英雄 不然我想說 怎麼都一直不出輔助英雄 其實也非常多玩家 喜歡玩輔助英雄的 可是輔助英雄 更高端的是需要去跑線的 有些玩家可能還不適應 不過沒有關係 你就只要在魔龍路 好好保護你的輔助 呃不對 好好保護你的射手 對不起 兩個名字搞錯了 好好保護你的射手 讓他不要受到傷害 你就是這場的最佳女主角 就跟法拉利傑 婷婷 對 因為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點開法拉利傑的 新歌在那邊唱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被洗腦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附近什麼人都沒有 他跟那個溜冰鞋的走路姿勢 真的有一點點像耶 都好像庸庸籃籃的 今天天氣真的太熱了 我也想要庸庸籃籃的 用電腦真的非常難放指向經濟的 每次只要一放 有時候就會被不知道拉到哪個視窗 你知道怎麼解決嗎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持續的推塔 完全沒有要理我們 我有大絕招 順帶一提大絕招厲害的地方就是 當你被控制住的時候 你放大絕招 你會瞬間解除控場 也就是說大絕招 就算你拿來走中路 也是一個超強的逃跑技能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包圍 欸 你已經被包圍了 我的親愛警探 向前一個滑步 直接滑出我的螢幕範圍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願意把藍buff讓給我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隻新英雄非常好魔耶 在沒有藍buff的情況下 我一直丟技能 因為冷卻的時間真的很短 可是我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一直丟 在中期的時候可能會沒魔 所以控魔也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會玩的中路 都應該知道控魔的重要吧 蛤 什麼 你不知道 沒有關係 哎呀 我放了一個大絕招 想說能幫他彈開 是彈不開的喔 所以艾瑞放大絕招 控制住你的隊友 你想用大絕招去進化 這一個方法是 絕對失敗的 我的天啊 第一場玩就直接 一個殺到205欸 要拿助攻真的非常簡單 也有那個二技能 在叢林裡面迴戰 絕對都能放到第二次 而且絕對都能再控制人 我差點被手手抓到欸 好險我往後面推 二技能也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會往後面推 會讓別人誤判他的技能 也是蠻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吧 那這時候我們究竟要做什麼呢 去把下路先推過去 不知道對面 到底會不會這樣偷才 我超級討厭偷才的 應該是納克羅斯會負責偷才 不過現在沒有看到他究竟在哪裡 我們就先繞繞看吧 納克羅斯的推打速度 真的非常快 好這個時候 補補恰恰來了各位 和平啊各位 直接放了一個一技能 你看大家覺得很煩 因為緩速 真的太高了 使用個大絕招 把所有人都推開 進來不了我這個範圍 不過古墓還是可以 施放他的樹木飛彈啦 好沒有關係 直接零完噴了過去 減速 減速 把這個古墓給收掉 各位加油喔 超級厚欸 這一個 坦克幾乎是怎麼回事 傳說對決的新英雄 幾乎全部都內建緩速或暈眩 我覺得對於舊英雄 真的非常不公平 希望官方能多重視舊英雄 這個遊戲還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比方每次出新英雄 都把它賣的超級貴 還有體驗服每次新出的英雄 數值也是OP的不要不要 也就是說呢 你想要玩這隻英雄最強的時候 就是在他剛說的時候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 是哪一隻英雄 我就不多說了 你如果是一個老玩家霹靂級的 你一定知道我在說哪一隻英雄 好吧那這時候 諾可西就只好去中路連連看 好像也沒有東西可以連進去了 這是一個森林窄口的會戰 我使用大絕招直接順著進去 使用二技能 刷刷刷刷刷刷 這個窄口就是他非常適合會戰的地點 因為你放過去必中無疑 可以控制別人一秒鐘喔 只要放到兩個人 旁邊的小兵也算好不好 你只要能很厲害 你放到野怪這也是算的喔 還有在講這個回程系統 我記得王者榮耀目前好像也在出回程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熱愛玩的傳說對決 在未來回程的圖案也是可以選擇的喔 這個時候我們就趕快把兵線推過去 趕快把這一隻凱薩給拿下來 我保證這一場我絕對不會死 我要當一個超神輔助 不但輔助的數值超高 而且 嗯 好吧 總之這遊戲的輔助非常難當就是了 這個時候繼續推線直接還的 你不要不要的 欸我剛有暈眩到嗎 好吧沒有關係 靠著我的一技能的減速努力之下 我們把對面的艾瑞直接給收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繼續推塔 趕快把塔給推進去唷 這我剛有一點奇怪的口音跟大家道歉 對面還在偷拆欸 我們怎麼都感覺沒辦法阻止他們 我覺得至少要把兵線先推回中路 對我們會比較有力一點 對我們會比較有力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有凱薩指令 總不能一直回去你那個洛克吧 他真的超級煩的 快逃啊 小丑加油 喔對了對了 我們對我們隊伍裡的小丑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熟練度一萬的小丑 他小丑真的玩的超級溜的 每次他在玩觀眾場的時候 都是BBCC 都在雷他真的對他很對不起 今天晚上的六點到八點半BBCC 還是會在金剛直播 而且這一次還是會抽點數 抽點數之後呢 會跟大家進行 觀眾場 就是大家最愛的觀眾場 傳說對決觀眾場 只要你肯進來 抽的就是傳說對決的點數卡 因為廠商有贊助 給觀眾抽抽抽抽抽抽抽 有了凱薩之力 我們應該更積極的去推塔才對 加油加油不要輸 好這個時候趙雲直接跳了過去 讓他們連結在一起 反正我的傷害是偏低的 所以我就只要在旁邊打醬油 假裝在打 事實上我完全沒有在打我們的哈根達斯 推塔推塔加油 你看一技能的冷卻時間也非常短 大絕招也才六秒而已 你不覺得真的非常強嗎 這隻英雄我保證 如果用這個數值上市 還有他的技能模組 和他的音訓秒數 絕對上市之後 是可以打敗所有的輔助英雄 下次我馬爾莉莉安 輔助還有誰 克萊斯 比較冷的一點 好像幾乎都是這幾隻英雄 在變來變去 這隻英雄上線之後 絕對會顛覆很多人的想法 因為保護盤的能力 真的是太出色了 推推推推推 再加一個減速效果 我們直接沿路追著大家 閃電帶火花 咻咻咻咻咻咻 錄完這部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上午的2點28分 台灣的天氣還是好熱 我真的忍不住開冷氣了 對不起 住在北極的兇 喔不對 住在北極的北極熊們 真的非常抱歉 好 這個時候 只要持續的拆塔 我們就直接的獲勝了 加油啊各位 完全不用你旁邊的那些渣魚 渣魚就交給BBCC 等一下開個大絕招來清場囉 這個時候他們又復活了 不過主堡就這樣沒血了 那今天的新英雄 安奈特試玩就到這邊結束了 試玩新的就是 我的媽呀這隻英雄 真的太強了 強的你絕對不要不要的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本影片的時候 iPlay Game91贊助播出 優惠代碼 BBCC666 在五月底前 只要到 iPlay Game91去消費呢 滿200就可以折50 但是這是限定 傳說對決的代購商品 很多人都用過都知道 他的代儲 究竟有多麼便宜了 你一定要點進去看看 好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 與訂閱專精菲尼克 大力的噗噗恰恰 我們明天見 掰噗